哈囉大家好,我是屏幕百姓先生 為大家示範的是巨星的秋天水化為元素施水 平民轉租3到5 最怕的就是這個鬼東西 然後2秒轉租一次我這個 用這個 滑鼠再轉是最怕的 不過我基本上看好的路徑一次就過了 一次就過關 不是過關,一次就 就轉過去了,就比較不會那麼 危險 看一下 哇,好像他攻擊力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高啦 所以還算我這樣還算OK,還可以接受 全部回復力還回著回來就好了 這還是關鍵 然後先祝 各位不要卡那麼遠 好,然後這一關的話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喔 呃,因為他 扣38生命力喔 所以 我們不能把 補血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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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轉掉 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喔 要不要打 這樣講比較快 所以沒辦法 沒辦法把那個珠子轉掉 不過經過剛才2秒轉租的 這個淬煉之後 我們轉租速度就會完全變得很平穩 補血珠 補血珠不要轉掉喔 記得喔,各位 因為他是一個救命珠喔 好啦,救命珠啦 呃 救命珠 呃 補血珠 做books 我先來做個嘗試就是先做一個像是荔珠加補血的動作 看這個檯面上好像他會幫你擠滿很多的攻擊珠 是沒有錯來吧 只是呈現一個你不死我就死得太死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跟他玩 不然會死 非常好的太死 剛剛是屬於一個一波帶不走的現象 柱子應該會產生一個循環 看 還不知道我要轉這個柱子 下面這個消不掉沒辦法 邊磨邊打好像也算是可以啦 不算是太嚴重 先出三顆齁 可以補血我就補一下 好看大家的心情齁 已經把我連接打完 就是浮食這三顆位置輪流啦 這樣講比較快 這樣講比較快 好,沒有補血珠,直接按 沒辦法補,就直接轟過去了 不想浪費時間 好,看起來關卡,昇華4的關卡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度 穩穩過了,基本上 百姓3到5大家應該都可以過了 好,以上是這個 水BB,昇華4 關卡示範,謝謝大家,掰掰